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敦促太平洋岛国 核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项新国际协定 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协定 专注探讨领土以外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和可持续利用 涉及领域包括海洋生物遗传资源和技术转让 第三届新加坡太平洋高级别访问首日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强调了小岛国合作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持续发展和城市规划等领域 这次访问为新加坡和多名太平洋岛国的部长和高级官员 提供了一个交换观点的平台 推进多方之间更紧密的联系 来自11个岛国的代表团将在接下来的两天 同我国领导人会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